观众朋友欢迎回到娱乐漫谈 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两位嘉宾 他们是代表范语集团 第一位是范语集团创办人和总裁 Philip胡 胡振国 Philip你好 新年快乐 伊玲你好 完全观众大家好 新年快乐 另外一位是范语集团的资深顾问 Joseph Lee Joseph你好 你好 伊玲 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针对DB Plan的重要的相关的介绍 那么为什么要有DB Plan 它主要的对象又是谁呢 是这样子DB Plan就是Defined Benefit Pension Plan 它是美国政府sponsor的一个pension plan 那么它的对象其实讲起来 最早的时候我们这DB Plan可以是任何人 当然你一个公司里面100人1000人都可以做 但是目前比较popular是比较小的公司 我们说5到10个人公司 当然一个人的公司也可以做 为什么呢 因为DB Plan它有一个obligation 你做plan的时候 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 当退休的人 公司要给他提供 他退休的时候每一年可以拿多少钱 所以讲起来的话就是说 比较有一点就是说公司 小的公司如果是我们讲说老板 或者是老板他自己他的钱比较 他愿意放的钱自己放多的话 这种Defined Benefit Plan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Defined Benefit Plan一般来讲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他年龄比较大 那么比如45岁以上 那么薪水比较高 那么他的contribution就会比一个年纪比较轻 或者是那个薪水比较低的人 可以多放很多 那么你想想看一个小的公司 如果老板也是自己也是员工的话 所以最适合 因为contribution我们可以常见 如果你一个老板一个5个人员工 老板加上4个员工 可能你的90%95%的contribution 都是给老板 好我补充一下Joseph刚刚讲的话 其实从一个人到10个人公司都很好 10个以下的公司都很好 实际上没有员工也很好 这样的话可以放很多钱 那重点是在哪里 如果就算你有员工的话 很大一部分的contribution 都可以在老板身上 这个是一个比较 而且合法又可以省很多税的 那大概可以省多少钱呢 我们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些客人呢 像一对55岁的夫妇 一年赚100多万 没有员工 结果呢 他们如果拿20几万的薪水 一个人的话 他们一年可以省到40多万 超过40万的deduction 那你觉得40万的deduction 这是不是对他来说真是好消息啊 太好的消息了 如果以50%的tax bracket的话 那给20几万可以当年就省下来了 所以可以省到这么多 那很多人说如果有员工怎么办 那我们现在特别的好处是 define benefit plan 我们还有combo DB plan 可以他有老板带一两个员工 带什么员工的话 带年轻员工在define benefit plan 但是呢 他有几个其他员工 放在profit sharing 401k的话 这样子的话是很好的组合 各取所需 老板可以拿到maximum的contribution 这是很多人喜欢的 像在2021年现在的一般的人呢 都在考虑到这个报税的计划了 按照现在作业的程序来讲 做DB plan 他的deadline又是怎么样的计划呢 好 我现在先最后介绍一下 哪些是对象以后 再请在Joseph讲一下他的deadline 其实我常常讲一话 是老板年纪长的 然后员工少又小的 最适合做 员工不多 然后呢 员工年纪也不是很大 即使大也不怕 因为我们可以有comboDB plan 只要你在10个人以内 然后老板超过45岁 然后公司又很赚钱 又想抵很多税的 这就是标准的define benefit 或comboDB plan的客人 谢谢您介绍 Joseph来介绍一下deadline 对 那么今年2021年 那么deadline for setting up 一个new plan的话 新的plan的话 是2022年的3月15号 报税 就是公司的报税是3月15号 在那么之前你都可以 设立一个新的plan 那么当然contribution 也可以在你报税之前 也就是说你可以2021年 可以到2022年的3月15号 那你公司如果发extension的话 又有6个月 就会到9月15号的2022年 所以我们现在对2020年的 那个 那我们还可以设新plan 因为现在还没有到3月15号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news 以前的downline都是12月31号 那2020年开始改了 可以到第二年的3月15号 甚至发extension还可以到9月15号 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来得及做2020年 所以如果2020年你的税的问题比较大的话 现在还来得及做这些规划 OK明白了 那范语集团的业务呢 是整个的财务通通包含在里面 在贵公司的税务 有一个精英的团队 那打造了这个精英的团队以后 对于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这些财务规划 那能够服务的就更完整了 从今年开始 我们郑重推出我们范语的税务 Tech Service 跟我们的Bookkeeping Service了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我们很多人说 我们跟一般报税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最大的不一样的是 我们可以帮大家做一个total solution 我们可以帮大家说 从整个从financial planning的角度 在你的税务方面 哪里该可以省税 哪里可以帮你省钱 那你需不需要贷款 然后怎么样做才是适合上 投资保险规划 然后省税的规划通通在一起 那我们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们可以比一般人很多可能报税 他碰到一些会计师的时候 他知道问题所在 但是我们除了知道问题所在以后 我们还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这是我们最大的不一样 那我们今年新出了一个特别的program 针对一些1099 self-employee的人 如果我们说你的109 我们这特别有一个program是什么 如果你今年的1099的净收入 超过8万块钱以上 我们有机会每年帮你 然后你又没有成立公司的话 你又没成立公司 你又是1090 income为主的话 我们有机会每年可以帮你省 5000到1万块钱 哇这么棒 到1万块钱 然后呢 最重要我们还可以帮你一部分的headache take away 你的headache 还不单帮你省税 还帮你一部分headache take away 我们还可以帮你帮你的 连你的payroll bookkeeping加tax service 全部包在一起 每个charge一个monthly 很便宜 很合理的费用 然后还帮你找到你可以省税的地方 然后为什么成立公司 会比你个人来得好 在永续的方面 在省税的方面都可以做得到 这是我们今年特别推出的一个套餐 这么专门针对 就是1099就是 重点就是1099的收入的人 如果你的收入在8万块以上的话 你应该要跟我们谈谈 看看我们如何帮你 既省税又省headache 太好了 现在在荧光屏上都可以看到 联络范语集团的这个电话号码 非常感谢Philip 也非常感谢Joseph 那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下面还有一段访谈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